好 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亲身作伴的单元 那今天亲身作伴的话 一样的我们要聊聊的是 面对我们的人生 尤其是现在熟高龄社会 其实越来越多的人 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人生的阶段 我们要不断的强调 有这个单元的诞生 都是因为要提早部署 而且要面对一个长寿世代的来临 其实很多事情 真的是包括从生活的准备 从你自己的观念 很多事情都是跟过去截然截然不同的 那今天的话 我们邀请到来 我们青春作伴单元的人物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他每次都出现在礼拜一 带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些美食跟文化 更多的是一些历史 或是说一些背景的人文故事的王浩一 那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向夕阳敬酒 聊的就是在生命深秋时分的智慧笔记 OK今天很开心 邀请到老师浩一 浩一 浩一早安 嗨 大家好 我觉得浩一这本书 我们先讲讲 你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 这本书是在我年纪开始见长的时候 那也准备 几岁开始有这种想法 就觉得说对这种生命有五十岁的时候 五十岁嘛 对 跟我现在差不多 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到了四十五岁的时候 突然发现变得很聪明 你变得很聪明 对我那时候很想说 四十五岁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再来做一个IQ测验 我相信一定比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好 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比较聪明 他现在变得比较有智慧 那比较有智慧的概念是 开始很多事情会开始用思考的概念来 所以过去我可能在职场上面可以纵横 表现得还不错 案子也提得很好 也帮老板赚了一些的钱 可是后来发现四十五岁之后 其实我是五十岁的时候 才开始更具象了 直到说原来这段的时间里面 可能也因为写作的关系 但是因为另一方面 对人生的咀嚼跟思考方面 觉得说更有具象的出来的 更通透了一点 更通透了 对不对 对所以就开始会开始想说 哎为什么退休这件事情 那样子你觉得自己更聪明了 更智慧了 更通透了 反而就开始想起退休的事情 退休事情是因为我怎么样子的 无缝接轨 也就是说我那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概念 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职场是跑在别人画好的跑道上面 我们速度可能比别人还要快 我们的耐力可能比别人还要好 可是之后怎么样子 跑在自己所画的跑道上 这个东西是我开始就有个叫未雨绸缪 只是提前部署是最近的今年的术语 就这事情而已 所以就开始有这样的思考 也开始这样子的观察 后来发现很多人退休前 就很期待他的退休 有两种 一个就很慌荣 因为他发现必须要退休的时候 他对于未来的生活一无所知 可是很多人会期待是因为从此之后 我可以睡到自然醒 可是大部分的人发现他们就开始枯萎了 偶尔会有一些说人去查量了一些的怨探之外 发现时间多到不得了 所以今天就这样子慢慢的累积观察 包括日本年龄化 比我们台湾还要更早 他们好多好多一些书 甚至于他们在老人当中 引发组当中会有一个流行的一种的叫做排句 排句就是三行 这样子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看到有几个老人家写的东西非常的好 非常有人生智慧的感觉 吃饭八分饱 剩下两分吃药 以前劝我养生的医生竟然比我先死了 这种排句我写的太白话 闻了一点 没有是我妈翻译成 这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的 所以你看到他们整个的经验 然后呢就在镜子里面看到的 我以为是我的妈 就是你懂吗 因为妈妈年纪比我妈还大 那看到的是她 以前太太是妖精 现在是妖怪 你看那老人家就开始很有幽默的自嘲 对对对 对那就刚刚吃的真好吃 可是已经忘记了吃了什么 这个经常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幽默的那一块 可是台湾的状况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正在一代一年一年这样子的退休 都是那时候的战后婴儿场 那时候整个台湾大概一年可以胜出30万个小贝比 那些人堆叠出台湾的经济起飞 那些人他们过去的时候有很好的学历 然后也很好的竞争力 品位也很不错 可这些人一年是30万30万在退休的 而我们现在小贝比那是一年差开才15万不到在生出来的 所以2020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是一个台湾人口 孙不如死的一年 是刚好是一个我讲的是以年人数的结构而已 他是在减的 是出生的人数已经没有已经输了这个死亡的人数了 所以这些的老人们其实他们有些另外一个自己 他们不愿意像过去他们的父母一样这样子的老化 我觉得我们的父母亲那一辈 他们来不及想就老了 因为他们当时候只为了想办法要喂饱 所以有的这么胜传那么多的小朋友们 我真的觉得他们其实最辛苦的是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就是战乱流离 然后整个的生活物资状事实上很匮乏 而且他们根本也没想到忙了一辈子之后 突然间还要活这么久 然后也没有人提醒他们说要准备老后的生活 然后要培养兴趣 要结交朋友 然后要好好练身体 要练深蹲 是不是 都没有 所以我有时候看我爸妈那一代 我真的觉得我们够幸运 就即便我们觉得说 我本身要走这么长怎么办 钱不够 但是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 对所以这一代的部分呢 就是说战后的整个婴儿潮的这块 我们刚刚讲那时候可能物资也蛮匮乏的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讲说 我们过去在生活社会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但有的是希望 是啊 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有 但是就是没有希望 所以现在的厌世这个概念 其实是另外一个要探讨的东西 可是回头来看看 今天我们所面到的 然后再开始人生不管是哪个世代 你还是会跨过那个中线 整个就跟一个篮球一样 他一定会有一个中场的时间 所以上半场打的如何是另外一回事 下半场开始要怎么样子去面对 怎么去修正 怎么样子去来结束 然后带走你的胜利 所以很多人开始会面对到另外一个更强的心态的整个的 要大调整了 对要调整了 尤其刚刚好有特别讲到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年轻人大家都尽可能的希望在教育上面 什么是财是性是所是什么是什么的 所以就已经某个程度就要你去发掘自我面对自我 在我们的或者是好运那一代 就是更多的就是说 你是要跟着刚刚讲的吗 你刚刚跟我切割我们世代吗 你刚才跟我讲 因为我刚刚本来在讲说 我们这一代其实没有父母亲匮乏 你要强调你的童年很匮乏 那我们只好稍微切割一下 你比我长个大概五岁八岁 我们看到父母亲的匮乏 那我们小时候比较没那么多 现在五光十色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心里面会懂得珍惜 但是你说多么的穷苦 还是没有父母亲辛苦 但我要讲的 但我要讲的说 因为你刚刚讲 我们那个联好时期 确实是填压式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 你刚刚讲到面对退休 就是说 面对一个属于自己主导的人生 对不对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 应该就是说 怎么样子开始呢 想为自己做什么事情的人生 就我看到很多人退休之后 他枯萎了 而且快速的枯萎 不管你是几岁退休之后 他时间多到不得了 我们假设他没有经济压力的状况之下 他会发现除了说 刚刚讲一种感慨 就人去查两之外 另一方面就觉得兴趣上面 过去好像没有什么职责 可以说嘴的 突然时间多到不得了的状态 他真的是不需要干嘛的 而且那也没有几个 能够让你陪伴 一直走向人生的终点 这样子的知己的朋友 没有几个 甚至搞不好回答看 还一个的没有呢 我觉得男人特别容易这个样子 想对了 所以男人很多男人 退休男人之后 他会退化成巨婴 我曾经看过了一个这样子的笑话 就是一个太太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的闺蜜 我待会会传LINE给你 传LINE就传LINE 你为什么要先打电话给我 不是 你待会回话的时候 就是说 我们下次要去泡温泉的时候 你不要让我的老公参加 很多退休的老先生们就变成了 自愿变成那群的闺蜜群的司机 所以那些人在笑茶的时候 可能一桌四五个人吃甜点 喝咖啡很开心 嘻嘻哈哈 上门也很大 可是看他旁边一定不远处 有一个老先生 安静的一个人在那边滑手机 他的事情就是要当他的司机 当跟班的 过去你说他没有什么学历吗 也没有 过去在职场上面也吃上风营 可是他完全没有规划 他自己退休生活 他的整个包括他的朋友们 他的兴趣们 所以他变成了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帮老婆开车当司机 这要粘着老婆 对粘着老婆 所以我刚讲 就是退化成巨婴的概念 就变成老婆 要带着这个老朋友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先发个line给闺蜜说 你想办法就是不要让你老公来 这已经算是客气的了 有些其实日本不是就流行说 等到老公退休之后 有一波离婚潮 对 逐婚 就是逐就是最后 ending那个逐的概念 就是说OK了 我的人生 如果说人生上半场 有哪些义务的话 其实跟着大家的规范走 然后念书去职场是一种 结婚也是一种 所以这时候我念完全我的义务了 我可以跟我的婚姻说再见了 对 所以2019的日本呢就需要婚姻需要仲裁的那有7万9千对 7万9千对当中有非常多那是年纪大的的 然后最中间当中有5万9千人是由女生提出来说我要跟你切的 那这时候社会学员就发现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就会访问 就是做一个调查社会调查 问那个女生就是代表那个太太 你下辈子还跟他在一起吗 结果呢只有两成多说要 真的 我讲的是不是离婚的人 我讲的就是是一般的这样子的老夫老妻的 对 然后问那个老夫老妻的那个先生说 那你下辈子还跟你老婆在一起吗 既然有六成多说yes 因为他发现他有袜子找不到了 他觉得他一定需要一个老婆在身边 所以很多人退休之后呢 变成了在家里面啊 就是一个老乡化 就是一个将军退休之后 他唯一能够做成的是批老婆的菜单 真的是 所以会觉得人生我觉得真的是还蛮荒谬 照你的说法就年轻的时候呢 多半离婚是男人提出来的 退休后的离婚段是女人提出来的 是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面临到了 我们很多是男生女生跟退休的时候的状况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们的在退休或者开始老化的时候 想法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关心的 真的 所以当你去慢慢的面对 这个生命的深秋 秋天即将来临的时候 它当然也是一个封硕的一个时期 它可以收割你人生一辈子的努力的照理书 在这个时候应该是果实累累 那同样的就是你可能可以去开创另外一个新的自我 新的人生 尤其是现在开始 这个真的是后半人生的长度 没有不见得比以前半人生来的短 所以呢该怎么去做 所以呢刚才讲到了 浩一将起心动念 因此呢写成了这本书 这个内容呢真的还蛮精彩的 不只是他自己的一些观察 他还找了非常多的一些古人名人跟我们作伴 所以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这些人的故事 很有意思 我们休息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金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成熟作家 王浩一来聊天 他这次呢谈的不只是城市 不只是呢在每一个礼拜一跟我们作伴的美食跟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 我们要谈的是呢 他观察的人生深秋当中的像夕阳敬酒 像夕阳敬酒这个意思蛮好玩的 就是说人家都是说人生的后半长就像是太阳即将要下山 但是我看你的书事实上就像是前面几个帮你写序的人一样 其实似乎大家认为说这个下山的速度可以来的更慢一点 甚至有人觉得说下山可怕可以再起来 对不对 就是你夕阳之后虽然把人生的晚年批语为夕阳 但是呢事实上太阳是每一天都从夕阳 就从朝阳变夕阳 再从夕阳变朝阳 所以呢好像在你的概念里面让大家觉得阴影然觉得说 其实未必不能够在自己的晚年再创另外一个高峰 再成为一个朝阳 对 所以呢如果我们把人生呢 用平均年纪90岁来算 虽然现在目前的数据好像还没有到90岁 可是你知道我们现在 82左右 女生是84了 对平均在81点多 今天就是平均是很多的早一号的年轻人 意外的那些早逝的那些人是整个加起来平均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能够活到50岁的人 基本上呢可以活到将近90岁的机会非常的高 是我看到一个数字 现在如果你是20几岁的年轻人 恭喜你 你会破百岁 对 我觉得好紧张哦 所以他 我认为他就是国安问题 所以为什么会有一个忧心的写这本书 除了就是说 我们只看到很多人跟我年纪相仿的 或年纪比较大的人开始谈养生养生 可是我觉得他们很少谈养心这件事情 甚至于也完全没有谈到养德这件事情 所以你或许会读书 你或许对喝咖啡 对美食有更好的品味的 更多的一些语言来形容你的生活的一些东西 可是我觉得回头来开始在讲的是 如何壮大你的这个心 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当中 你刚刚提到了 就是我找了很多的一些古人 他们在退休了之前 我们也可能看过很多他的文章 诗词歌副的 可是我从来不晓得李行赵 原来活到72岁 他变成一个阿嬷 对他一直没有生小孩 他46岁的时候 先生是死在他的怀里的 之后呢 因为国难的关系 他开始颠沛流离 开始就变成了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 还住在他弟弟的家里面当中 后来他一个人寡居 一个人单独住在一个房间 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而他的文章 他的词 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理清楚 说知佛知佛应是绿肥红兽 这个是他16岁的时候写的东西 可是之后呢 他变成65岁的时候 写什么东西 70岁的时候写什么东西 这之后你知道就是一个 一个阿嬷的一个理心照 他的心态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所以你有去找出 因为你看他以前最常写什么 巫童业鱼 点滴到天明 等等之类的那种心境 但是他到了65岁72岁的时候 他写什么 最后一首最有名的字是 七七展展七七 寻寻觅觅 那还是蛮 那还是蛮 蛮蛮蛮蛮蛮蛮蛮 蛮悲的 真的 对因为国难再加上他中间在逃难的时候 因为大病一场 他弟弟就是悬他是一个脱油品 就把他改嫁了 那一首他最后 我蛮喜欢那一首的 寻寻觅觅觅寻觅 对他改嫁了之后呢 那因为整个他病体好了 所以发现他也乃他所嫁的这个新的先生 那其实寄予他的很多的一些的财产 跟他当时跟他的前夫的所累积的很多的收藏品 那结果他是一个人渣一个 所以他就去告官 那过去在宋朝告官的时候 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你今天要告你的床头人 那首先呢 就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 先给我抓去关 就理性上还是被关过的 所以他朋友很多帮他奔走之后呢 总算他没有这样子关到牢 还是关了好一阵子的时间 所以之后他的心态再怎么办 该怎么调整 再加上因为南宋跟北宋中间断层的那个 国难的时间 他跑到南方来的 所以他的心情 他面对他自己的孤劳 他的词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从这一面 可以开始来研究他 同样的看到像路由 看到书东坡的弟弟 书册 中二零零种种的这些人 开始面对老的时候 他的态度 很多东西是淡然 很多东西是很自视 就意思是自己很舒服的那样子的空间 可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悲情在那个地方 所以同样的这些有思想 或者有创作能力的这些的古人当中 我们回头来对照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学问当然没有他的好 我们今天物质当然会比他们还要方便 我们今天如果关在房间里面一个月 我们出去也不会饿死 因为财配会送到我们家来 我们的卫生纸没有的话 PC Home会送过来的 所以整个的思考的方式回过来 但是问题是对一个共同议题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老化的这些状况 所以这本书当中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 是要告诉大家所谓的生死学这件事情 对啊就是借由更多古人 就我们熟悉的这一些古人 这些有智慧的一些我们喜欢的大文学家 大众志家大思想家 其实都是他们最壮盛的时候 从来没有去想过说当他们临终 当他们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都可以非常的怡然自得 那因为浩宜就收集了还蛮多的 看起来除了我觉得在一些 你说什么路由啊新气急啊 那些在那个南宋 那个时候国破山河在那个时候 大概都有那种义愤难遇 就是说有智男生 就是我这辈子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金戈铁嘛 这个重整家园那种感觉之外 被政敌的打压 对对对 其他大部分其实都还算是 我觉得还是有他们的智慧 对不对 像什么苏东坡啦 王安石这些人 我就看起来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从这些的 所以你要去理解死才可以理解生 对不对 是所以以路由而言 路由活到86岁 我自己关注到路由的时候 其实最早的时候是 在一年多前的时候 然后在刚好是学策 一个国文题目呢 曾经就考路由这个题目 真的喔 对啊 路由晚年的时候呢 他吃养生粥 有一个枸杞 有一个黑豆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养生粥 然后呢 那个国文题目啊 问他说这样子早上起来吃粥 血糖会不会太高 然后呢 他养生粥的食谱呢 是跟苏门逝学日的那个张磊呢 要来的那请问是他亲自跟他要的吗 是这样子的 我就觉得天哪 这国文考试考到这种程度了 哇 我就开始呢研究路由 哦 这个人 我对路由的印象就是他跟星期极度的爱国诗人 顶多不一样是路由有一段爱情故事是猜头缝 哇 比较受到关注 那但很悲情 对 那可是我不想他吃养生粥 然后我就开始他是怎么养生的 因为活到那个年代86岁是太不可11的年纪了 你这样讲也是 而且呢 当时候他晚年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呢 竟然写了7200首诗 后来是一个超级作家 因为写一首诗不是看字 是看他的整个的情绪跟他的素材 能够写到这么多的 后来发现他写诗的时候旁边 或者写文章的时候旁边一定放一把哨把 为什么 放哨把的时候 他今天说写的没有灵感呢 或者累的时候 他就把哨把拿起来之后 到院子里面去扫地 他用扫地 然后自己写诗说 因为我这样子 我第一个我比较抠 我这样子省了我的费用的钱 第二个呢 就是我可以锻炼我的筋骨 他就开始讲他养生的东西 出来说 这个老人家好酷好可爱哦 这事实上是还蛮有意思的 原来他是这样子度过他的老年 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才会活86岁啊 对啊 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这些老人家 又是一个双赢 对 所以他的作品非常多 对不对 很丰富 然后又可以让自己身体变得那么强壮 因为他经常劳动 是 而且你在思考在创作的过程中间 其实呢 对整个人生或者道德 我们刚刚讲了说除了养生之外 嗯 其实养德跟养心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 很重要的 OK好 怎么样养心养德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 浩宜找了非常多的一些古人啦 名人的一些故事来跟我们大家就分享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待生跟死 但我们休闲回来要聊 就我觉得浩宜这本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 你一开始从死开始讲起 那其实我们经常就是以前念什么国文什么论语啊 孔子的说法叫为之生 焉之死 如果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谈的有关于这个首高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听到 其实我真的比较主张的是包括杨定一也好 杨志良也好 都是为之死焉之生 就当我们不去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不会回过头来更珍惜你的人生 更知道你的生命该怎么走 所以字典是我非常跟这个孔老夫子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事实上浩宜一开始也是大家跟大家从死开始聊起 尤其是有一段我觉得好可爱也很感人 老爷爷的天堂笔记 我们修学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萱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王浩宜来聊他的这本新书 叫做向夕阳敬酒 也是我们这个青春作伴单元 一直想跟大家聊的事情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到底要先知生还是先知死 我觉得在看待我们这个长寿世代来说 尤其这个东方人比较避讳谈死 其实你会让很多事情除了不能够尽早准备 而且没有办法面对你自己的心 所以你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终点 所以更不用讲刚才浩宜讲到要养心 要养德 但是事实上死亡真的这么沉重吗 我都一直很记得这个孙大伟 他后来现在在天堂了 他先前其实也是一样 我觉得他 你不管说他的智慧 还是他更早有一点感知 我们在节目里其实介绍过蛮多书 都是跟死亡有关 比如死亡的脸孔那本书等等蛮多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当你愿意去面对死的时候 很多事情会更能够去通透的面对他 而且其实让死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我觉得最棒的是浩宜这本书里面 讲到死的时候 你从老爷爷的天堂笔记开始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死亡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日本的绘本的这个作家 非常的厉害 对死亡这件事情 我可以当时感觉就是举重若轻 透过一个小孩子的儿童绘本来讲说 爷爷死了 那这个小孙子就在爷爷的空荡的房间里面 找到了一本当时候爷爷留下来的笔记本 里面有叙述的是爷爷当时候 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开始想象天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所以爷爷当时候的笔记本就留到 那天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我去的时候我需要带伴手礼吗 那我因为带了一本书呢 还是一个很难的拼图 还是我前两天在后山 捡到了几颗秋天的栗子 当做伴手礼 那天堂的人那他有灵魂 那天堂里面我会遇见谁 那我可以跟神明怎么样子坐在那边弹琴聊天 然后大家都会赞美你 但是如果有地狱呢 地狱的人穿的衣服呢 这个也在童书里面提到说一定穿一个很紧身的 很不舒服的小一号的衣服 上面呢就有渣渣让你穿起来不舒服的 你的鞋子呢一定比你还小一号的 那在地狱的人的生日 他有个生日礼物就是打针 真的吗 所以这个小朋友里面一定是最怕的害怕是打针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那所以呢 如果呢今天有灵魂 那假如他今天可以回到你的家人的旁边 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模样 回到你家人的旁边 或许是昨天天上的那一轮的明月 或许是刚刚擦身而过 那个小baby在坐到娃娃车里面的 对你呢一模的微笑 或者呢在你眼前里面 那旋转了三四圈 在飘走了那个垃圾袋 或者呢你三口上面的结痂 所以今天这样子的同眼同眼里面 讲到了死亡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他回头 然后就跟爸爸说 爸爸我也要想要写一本天堂笔记本 那爸爸也不能跟他讲说不要 他说你可以写啊 所以小时不能写 可是最后那个小朋友里面会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说 对爷爷当时候呢留下这本书 其实告诉我们并不是面对死亡 不是应该是面对怎么要活下来 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的所有的意义当中 我从这本书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提到两个死亡 一个是我的祖母 一个是我的父亲 对所谈到呢是我第一次遇见死亡 是我小二的时候 看到我祖母死在那个地方 那当时大家已经开始在跟他跪拜之类这样子的事情 另一方面呢是我爸爸呢猝死在澳洲这件事情 小时可能不见得有记忆 我觉得爸爸那个事情 抱着厚厚的重重的骨灰坛回到台湾来的时候 因为我是长子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背负的他 所以整个在华航的飞机上 他帮我们upgrade到商务舱去 特别还留个位置给我父亲的骨灰坛做的 所以我整个 而那时候我后来发现倒算一下 那我才39岁 非常年轻 虽然在工作上已经有所表现的 可是在对死亡 面对是认识 凝视死亡这件事情 还是非常一无所知 对啊 所以从这样子的整个的死亡 开始呢 看起来倒带 开始聊到我 开始聊到身边的很多人 然后呢看看 太多的众生们 对他们害怕 包括有很多老人家在内 包括回头看我私自的母亲 在刚开始私自的时候 发现他 我们一个结论 哦他有黄昏焦虑症 明天到傍晚的时候 四点半的时候开始 然后现在他的脾气开始变得不好 开始呢 就变成各样改变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哦原来他私自的 原来他最后也真的是忘记我的名字了 对所以呢 就整个这样子的观察 人生必须要面临到的功课 所以从这本书里面 当时候虽然有懵懵懂懂 想要写类似这样子的书 可是刚刚有提到的 绕回来谈到的是 那个爷爷的天堂笔记簿的时候 是给我好大的震撼 因为死亡是可以这样看的 就是啊 而且我觉得你看 刚刚特别提到 这是一本儿童绘本 对 所以日本人 其实他们从孩子小时候 就跟他们谈死亡 用一个他们比较可以接受的 理解的方式去谈死亡 让他们去试着想象 那你说他这个绘本里面 特别讲到说老爷爷 去画这些绘图 或者说去讲这些话 他真的不害怕吗 也未必 也会害怕 对 问题是那人面对死亡会害怕 就害怕吗 对 我觉得这是人性 对不对 就会有寂寞出来 游染出来的一种 恍然的感觉 所以这本绘本的时候 到最后中间的 中间偏后地方 他的画面颜色 就变成灰尘了 所以这个小朋友 刚才想说 那爷爷真的不怕吗 所以他就画出来 整个的东西 是在一个蒙上了一层的 黑灰色的一个画面当中 说爷爷就单独在一个 热闹的餐厅当中 他一个人有一桌 对 所以整个其实 你不用担心这样的事情 你也不用粉饰太平 就是啊 对 所以怎么样子 厘清什么叫孤独 什么叫寂寞 厘清什么样子呢 就是一个面临到的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衰老 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看很多的大数据 看到日本老人 台湾的老人 看到大家有准备的跟没有准备的差别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而应该怎么准备 对 所以我在高雄医学大学教书的时候 来旁听的 其实都是那时候的乐领大学非常的多 因为年纪的可能比我还大的 所以我就下课之后就跟他们聊说 你们在这边上课 我是了解 原来乐领大学是怎么回事 乐领大学是台湾 55岁之后 在台湾有100几个大学 他们都开有这样子的课 你可以申请去上课 然后你可以去大学里面 可以旁钉他们的课 学校有专门为你量身的钉做一些课 我就问他们说 那你们在这些学校里面 你们最期待想要的 而且印象深刻的是什么课 竟然他们给我一个答案 而且非常多人给我的答案 叫做生死学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其实当时是教的是大学生 教他们怎么样面对社会资产的一些东西之后 回头看那些大哥大姐们 其实他们开始在未来的准备了 所以给我一个好大的一个 不能说震撼 但是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 这件事情 原来有准备的跟没有准备的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 所以当我们可以去直视死亡的时候 甚至去面对他接受他的时候 我觉得很多事情 其实你反而走起来会更踏实 你不会觉得那么的慌乱 即便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害怕 但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跟别人讨论 你可以跟别人分享 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你反而更能够安安心心的走 我很喜欢你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序 那个序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叫王鼠方 他里面讲到说 譬如假设当我们这个接近晚年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去面对死亡 而且一直是处于一个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生命 非常惊慌的状况的时候 他说到说他把11颗相思痘 放在是他爸爸还是妈妈的手上 先起来跟他讲这是相思痘 给你看水水 有爱情的感觉 美美的相思痘 红豆生南果 穿来发几只 结果后来过了没多久 他爸爸忘了 自己有了 要吃药了吗 就问题上说 一直要吃几颗 对 我就说如果当你的人生到最后 你没有任何的美 没有爱 没有情 没有心在里头 只剩下吃药 对 衰败的躯壳 其实坦白讲 这样子的人生也 也就跟着提早结束算了 是不是 对 就是说你发现很多人 如果没有事先准备一些东西 最后你再等死 真的 但等死并不是老人的事情 其实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在等死了 这才是我觉得开始会紧张的事情 你这样讲更实际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事情更早就要开始想 所以该怎么准备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王浩一来聊这本书叫做向夕阳敬酒 到底我们面对这个所谓的第二人生第三人生在我们在青春作伴的路程上 我现在看到白仙勇他讲到刚好就是跟我动心情念 把这个单元叫做青春作伴的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讲到青春作伴好还乡 但我们逐渐接近了我们的故乡 也就是死亡的时候 怎么样青春作伴 应该是这么说 首先另外一个 有看到了一部电影 叫柯林伊斯威登的电影 那这位的过去的西部牛仔的英雄 最后变成一个导演 甚至于还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原因 88岁的前三天 当时候他参加一个爱心的高尔夫球的一个比赛 这样子的一个表演 一个募款 就跟他同一组的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音乐家 就问他说 你在三天就88岁的生日 你要怎么样子的庆生 他说我三天 我那时候就在拍电影 拍了一个电影 就是现在目前叫赌命转运手 他讲的是一个90岁的一个越南的老兵 然后他沦落到帮墨西哥的毒贩 运毒 他自己演的 他自己演的 他自己像导演的 然后这有英文的名字叫做的 Mew Mew就是驴子 所以这是一个运毒的黑话 就是说找了一个完全其貌不一样的人 大家没办法想象的时候 一个老人家在运毒这件事情 他讲到一个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 这个作曲家当时候就听到这个 他是振折的 天哪88岁的 然后呢生日那天 他也还在电影当中 继续努力的工作当中 所以呢很快呢 他写了一首诗 一首歌 然后这个用诗的把捕成这样子的一个曲子 里面有提到一个呢 不要让老人走进来 那所谓意思代表说 我们今天即使88岁了90岁了 其实也不要让所有的老人走在来 是那一个无形中的那个老态 你不要每天在 哎呀我老了 我什么样子的我都不行了 所以怎么样子保持青春 其实呢很简单的 有一个积极的方法 我们不是要装年轻 而是你不要以为你老了 嗯 对当你不要老 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过去的人生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社会责任我们要进 可是当你到某种程度去的时候 你要为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嗯 所以我们有跟刘慧江组的一个节目叫做浩克漫游吗 嗯 我们今年的四月份是会开拍 那其中有一个 哦打算重新开拍了 对四月份就开始去 他去江湖走动了 嗯 其中有一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我一直提出来 就是说我们过去在拍浩克漫游的时候 都去找年轻的文青们 嗯 开个美美的店 然后呢很认真 而且很有理想 我说我们这一次呢 重新改变一下 我们去找那些退休的人 嗯 他们怎么样来为自己 或者为一个另外一个生命 开始在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当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这样的企划案 也出来了 开始拿去看 那些人退休之后 比方说像郭文老师退休之后 不要只是写书法而已 嗯 他应该还有三四年很棒的岁月 其实让他可以去完成更多更棒的一些事情 嗯 属他自己的或是说为下一代 对 所以我就当时候就列了几个的 这个情形这个状况呢 比方说是一个60岁退休的酱油商人 那之后他去做有机的农场 自己呢亲自在那边耕种 在台东的山上 嗯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去台东 拍台东的时候 我们就去山上 找他 采访他 嗯 我们两位大树呢 也跟着他一样呢 蹲下腰里面 趴在土地上面去帮他抓虫 嗯 去理解像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就看到 所以有很多 其实很棒的退休人生 我们应该去看看 他的想法跟他现在目前的所作所为 嗯 我觉得他的画面应该会比过去 我们在拍年轻的文青的时候 可能是更人 更更让人家动容的 嗯 所以这个呢也是 我自己呢 除了在书写之外呢 我也是希望 在节目上也用画面能够呈现出来 嗯嗯嗯嗯 我觉得就像是浩一在想 我也会在想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想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也希望不要坐在那边等死 对不对 他们可能有觉得有更精彩的人生要去走 所以我这样听着听着 为您觉得你的浩克漫游 呃浩克漫游 找大叔吗 就是去找更多的 跟你们一样的不断的奋起的大叔大神们 他们其实呢 不希望身上有大叔味 不希望身上飘着省味 事实上希望自己呢 可以聪明漫老 就觉得说人生呢 应该还有更不一样的可能性 嗯嗯 谁说不行呢 对不对 OK好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就要向夕阳敬酒了 哇 真的是光灿灿的晚年啊 OK非常谢谢 浩一到我们的现场来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